现在台湾的持续的降雨 倒不是直接受到台风的影响 是间接的影响 那现在来说的话 跟周末这两天是有点不一样 是整个台风的外游环流 算是东南风的水汽 在中层左右提供很多 那配合上低层的东北风 所以这个我们的北部的迎风面的靠山区 造成了很剧烈的降雨 那现在来看的话 台风慢慢的远离 所以它外围还是有一些水汽上来 但是现在东北风又更为增强了 所以下雨的状况有点不一样 转为比较细雨绵绵行的 那或是说有一些局部的 比较大的一个雨势 跟那个礼拜六礼拜天 相对之下是缓和了很多 那预期未来这两天 其实这个雨势会慢慢的在减缓当中 那台风的影响 可以说是逐渐的要告一段落 那未来就是东北风持续的影响 不过还是要留意 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 还是有一些热带扰动 持续的在发展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还太早 可能还要几天再来观察 会不会有 也就是说今年的秋台 不是只有这么一个 或是前面已经有一个两个 其实后面可能还有一到两个 类似的秋台 很容易发生在台湾附近 也就是说这种共伴效率 在今年因为整个台风的频率 发生通常在10月 预计在10月是一个频率最高的时候 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 那所以这下雨的部分 可能会大概下到礼拜三 礼拜四会告一个段落 目前来看的话 最大的雨应该就下到今天 然后接下来 礼拜二礼拜三 就会慢慢的一个缓和一点点 不过迎风面 迎风面则的是新北市 宜兰这个区域 整个地形配合上东北风的影响 还是会持续的有一些 但是多数地方的雨势 都会逐渐的缓和 然后慢慢的改为一片东风 所以基本上 这个礼拜就是雨势会 慢慢慢慢逐渐的减少 那大致上可能到周末 就有机会在北部 都是会是一个好天气 秋高气爽好天气 不过这个还是要看 这个未来贝律宾东方 这个扰洞 有没有可能会炫起来 目前来说的话 这个时间点变数还蛮多的 还不是很确定 那因为刚刚也有说到说 因为东北季风 现在是逐渐增强了吗 那是不是最近的风 都会比较强烈 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从礼拜天开始到礼拜一 这一波增强的东北季风 让我们附近的这个风速 都变得比较强 沿海的风速会比较大 内陆来说的话相对好一点 礼拜天开始这波的东北季风增强 也带来冷空气 所以我们北台湾显著的都降温了 预计北台湾跟东北部 清晨的低温可能会落到16到20度 那这个跟前一阵子 20度以上是有显著的差别 所以感觉上会觉得有一点凉 或是有一点冷 如果你还在穿夏天的衣服 那预计一直要到礼拜三礼拜四 改为吹东风之后才会稍微的回温 那也就是说这个东北季风 是一波一波的增强 目前来看的话 这一波降的是今年入秋以来 新的这个低温的记录 要稍微留意一下 等于是要可能要等于是 有一点那种深秋的感觉会出现了 不过在礼拜三礼拜四之后 就会慢慢的一个回温 那接下来呢 就要看下一波这个台风 或是东北季风再度下来 等于是像这个走楼梯一样 一波一波的往下走